上级我们说到川军在雨波密土浊交战中吃紧苦头,迟迟莫有取得进展,这让大清驻葬大臣很没面子,于是在中营久战无功的情况下,连狱调他回拉萨,派罗长仪取而代之。 罗长仪乃乡军名将罗泽南的嫡孙,任参赞大臣,辅佐驻葬大臣,连狱很欣赏罗长仪,不喜欢中营,认为中营是靠关系上位,且为人轻挑,所以借这次机会把他撤了。 中营非常气愤,他没有回拉萨,而是滞留在乌苏江静观其变。 趁波密土浊与大军对垒之际,赵尔锋派来私营边军,直查波密腹地,土著撤军回原,被前后夹击,一败涂地,波密头目白马青翁逃走,随即被诺娜喇嘛用己擒杀,提头来邀功。 平定波密后,罗长仪把军队分散驻扎在波密境内,处理善后,一时间平安无事。 两三月后,武昌起义的消息,仅英国泰晤士报传到了拉萨,军心开始浮动。 四川地区哥老会势力强大,入藏川军,绝大部分入了哥老会。 平时他们明面上听长官的,暗地里则听哥老会首领的。 罗长仪知道这个情况,他计划把哥老会首领搜出来全部干掉,还没有来得及动手,武昌起义消息就传开了。 清廷都完了,清军将领威信当然无存,哥老会首领趁机起誓,杀害长官,四处抢劫,横行无忌,罗长仪也被勒死了。 部分新军想推陈曲真为领袖,但其他川军要推代中营。 于是中营掌握了兵权,他进军拉萨,又紧驻葬大臣连狱,发好施令。 藏地动荡不安,陈曲真平时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,手下还有一百多香气子弟,有少量云南、贵州士兵,跟随哥老会没有过分逼迫他。 回到西原家,陈曲真与西原商量对策,留下来既要面对中营和哥老会失礼,也要面临大喇嘛反扑,死路一条,只能退到江达官网,再做进一步打算。 西原与家人撒泪告别,母亲送给他一座珊瑚山,说,你如果随本部,指陈曲真,出川,天涯地角,相见无日,你保管好珊瑚山,将来见到他,就像见到了我。 退到江达后,局势更加混乱,再待下去,命都将保不住,陈曲真决定回川。 此时,赵尔峰得知藏地变乱,封锁了川藏通道,还派出了三营边军赶来。 无奈之下,陈曲真决定绕到青海甘肃折回,打听得知,有三条路可以到甘肃,东西两路沿途有人家,但路太远,要走三四个月,中路要无人计,但路近,只需几十天就可到甘肃。 陈曲真与部下商议,决定走中路。 检典人马,官兵共计一百一十一人,另有陈曲真,西远,马夫张敏,以及一名藏娃,合计一百一十五人。 所有人一人一骑,还有一百二十多头头牛,运在粮食井里。 一路向北,沿途居民很多,路也比较好走,过了哈拉乌苏河,他们补给了一百包簪巴,又找了一个老喇嘛作向导。 老喇嘛自称九岁在甘肃梯渡,十八岁随伤人入葬,如今五十年过去,具体路线既不清了。 根据计算,每人一百三十斤簪巴,可吃九十天,即便既不清路多绕点路,也能到达目的地。 于是,众人跟着老喇嘛踏上满了漫漫征城,越往北,人烟越稀少,到达将通大沙漠边缘时,四野荒凉,草木不生。 将通大沙漠,即羌唐沙漠,其实不是沙漠,而是一片广袤的无人区,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,高寒缺氧,于可可西里。 二金和罗伯泊秉称中国四大无人区,至今仍是生命禁区,现代探险者即使携带先进装备进去,也极其危险。 进入无人区后,他们就分不清方向了,只能跟着老喇嘛走,不久,老喇嘛也迷路了。 无人区枯草很少,还都在鸡血下面,牲口饥饿走不动路,士兵们就给牲口喂簪巴,原本可以支撑九十天的簪巴。 几天就消耗过半,方向彻底迷失,粮食越来越少,士兵们越来越急躁。 不识打骂老喇嘛,陈曲真制止,但他的话不好使了,生死关头,士兵们已不受长官约束。 这一百多人的队伍里面,也有歌老会组织,首领杨兴武与陈曲真关系不错,大家尚能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。 无人区枯寒干燥,靴子破损后,脚一沾冰雪就会肿胀冻裂,在缺一烧药的情况下,冻伤可以致死。 每天都有士兵死去,起初大家还埋葬追悼,后来麻木了,自己都管不了,哪能顾得上死人。 过雪沟时,陈曲真的脚也冻肿了,西元每天坚持用牛油给他热敷,这才好转。 粮食吃完了在牲口,牲口吃完了就打猎,但要很多,也经常能遇见野牛野螺。 多余的行李只能丢弃或烧掉,睡觉就是把头蒙在衣服里面,躺在雪窝里任风溅雪吹。 很快,食盐吃完,火柴用光,大家只能嚼生肉,肉割下来,十分钟结冰,拿小刀刮成一片一片生吃。 当然,相比这些困难,迷路才是最让人揪心的,他们就像进入了混沌之地,没有里程,没有地名,没有山川风物来参照,只有漫天风雪和黄沙,让人心里没底,莫名恐惧。 又不知走了多少日,终于到达了通天河,说石河,其实早已干涸。 病患太多,杨兴武提议陈曲珍带领大部队留下,再次打猎,囤肉。 他自己率领十名金干士兵前去探路,约定十天之内回来。 杨兴武带人离开的同时,老喇嘛也悄悄溜了,不知所踪。 剩下的三十多人,每天分班去打猎,连日大雪,也受不出来,打猎士兵空手而回,大家只能忍饥挨饿。 西元不信邪,亲自去猎杀了一头野螺,砍回了两条腿,把肉切成小方块,烤成肉干保存。 十天过去,仍没有杨兴武的消息,陈曲珍决定不再等待。 猎务越来越少,队伍又一次断粮了。 陈曲珍拿出最后一块肉干,与西元分食,但西元坚决不肯吃。 他哭着说,我能赖鸡,可数日不食,君不可一日不食。 且万里从君,可无我,不可无君,君而嫖,我安能逃死耶。 饿极了的士兵,开始寻找刚刚死去同伴的尸体,找到尸骸的时候,已经快被狼群吞噬完了。 只剩下两只手一只脚,士兵们为争食尸体而相互大骂。 好在此时又打到了猎物,这才作罢。 前面的鹿,依旧是鸡一顿保一顿,运气好打到猎物,就保餐几顿,运气差。 连着几天打不到猎,就鸡长鹿鹿。 饥饿的士兵甚至和陈渠真商量,想吃掉藏娃。 一天,他们遇上了七个蒙古喇嘛。 喇嘛们因藏地变乱,要返回蒙古。 两拨人马同行,喇嘛送给陈渠真一些食物,以及两头骆驼。 喇嘛还给他们指明了道路,往前再走一个月,到沿海。 沿途渐渐有蒙古包,再走七八天,可到柴达木,柴丹。 这是塞外巨阵,再走不到十天,即刻到西宁。 陈渠真想和喇嘛一起走到沿海,喇嘛粮食不多,见他们又有枪,拒绝同行。 无人区是最考验人性的地方,这里没有法律,没有道德,只有生存法则。 生死面前,人性的幽暗暴露无疑。 士兵谢海武,不知何故枪杀利明同伴,然后气势汹汹地来找陈渠真,要干掉喇嘛,抢夺物资。 陈渠真不同意,但谢海武已下定决心。 第二天,谢海武等六人突然向喇嘛开火,喇嘛们也不是好惹的,掏出十三响,快枪回击,一阵混战。 七个喇嘛死了三个,跑了四个,随行的骆驼也跑了,谢海武六人都受了伤。 在这种地方,受了枪伤只有等死。 两个伤兵被狼吃了,两个伤兵奄奄一息,还有一个受伤较轻,勉强能处着拐走路,剩下谢海武躺在地上哀嚎,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。 他请求众人给他一枪,但没人满足他,任其哭泣声音而死。 余下的人继续前行,饿了就把喇嘛赠送的骆驼再杀,骆驼肉太多,已是吃不完。 狼群闻到血腥味后,来抢食骆驼肉,大家值得与狼群混战。 打退狼群后,还要换班把守,因为饥饿的狼群就在驻地周围徘徊亏死,一旦警戒松懈,他们就来抢肉。 七天之后,骆驼肉吃得差不多了,陈驱真等人才离开。 又走了两天,转过山沟,前面一片开阔之地,一望无际,继续向前走,有溪水,矮树,牛体脚印,地上的石头,还有烟熏的痕迹。 显然,这里有人活动,他们终于走出了无人区,大家精神一振,打来两头也养饱餐一顿。 不久,他们遇到了当地猎人,猎人很好客,拿出面食和牛羊肉招待他们。 陈驱真拿出藏壁,请猎人坐向导,并提供食物,送他们到柴达木。 剩下的路,就没什么难度了,又走了十六天,到达柴达木。 在都兰,陈驱真遇见了一个乡军老兵。 据老兵讲,他是湖南乡印人,当年随左中堂出关,转战甘肃新疆,后因故没能回去,在青海安了家。 听说,陈驱真是湖南人,激动不已,特来相见。 离别时,陈驱真问老兵何事归乡,老兵探阅,相应久改,并毛已衰,来世故旧,凋零不同音讯,已六十年矣。 经纵化和归去,孔义人物全非,而孙在此,相依为命,君问归妻,我归无妻矣。 原谅我引用原文,这话太经典了,我翻译不出精髓来。 然后,过青海湖,经西宁到兰州,陈驱真把钱分了,遣散众人,只带着西元向西安进发。 在同乡的帮助下,陈驱真和西元在西安住进了一个大户人家的空房子,写信给家里,让记录费回家。 长安居打不易,两人的钱财很快花光,西元把母亲给的珊瑚珊卖了,坚持了一段时间,陆肥还没有回来。 一天,陈驱真回家,发现西元面色赤红,全身发热,头痛不止,很快,卧床不起。 请中医来看,诊断说是阴寒,一剂药还没喝完,西元身上出现了天花。 以前在成都市,陈驱真听过一个说法,藏族女子居内地,必定发斗而死,从没有生还的。 这在当时是绝症,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去。 临终前,西元对陈驱真说,万里从军,乡妻始终,不图病入膏肓,中道诀别。 然军性祸及,我死以名目矣。 金家舒淡满可治,愿君归徒珍重。 说完,呼吸抖重,刻然长辞,陈驱真俯实豪哭,几经昏厥。 在同乡的帮忙下,陈驱真把西元安葬在了西安城外艳踏寺。 1913年,历经一路封城的陈驱真告别了爱气的坟营,回到了故乡湖南凤凰。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。 陈驱真凭借不凡的才干,被任命为湘西镇首实属忠孝参谋,此后不断升迁。 1921年,陈驱真当上湘西巡防军统领,手下兵力过万。 五年后,又被任命为湘西屯边士,手下兵力超过3.5万人,成为名副骑士的湘西王。 陈驱真发迹后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西元的遗骨接回湘西凤凰,而这只为了实现当初要带西元回乡的那个承诺。 千葬那日,陈驱真以极其隆重的方式,为西元举行了安葬仪式。 他的墓碑上,则是他亲手刻下的,王姬西元墓之名,墓之名上写着。 西元如万苦百尖,感犯壮夫皆难窘,不及肘之其险,从容以护语者,而与曾不获邪归家园,同享一日之安宁,与树至此,与肝肠虽断矣。 安葬当日,因陈驱真与西元的感情,已传遍凤凰古城,无数人前往宋葬。 一时间,宋葬队伍竟有上万人之重。 面对此情景,陈驱真感怀不已。 1936年,陈驱真复显在家,在长沙的聊天一炉闲居。 挥手戎马半生,陈驱真将自己生平那些前尘往事付诸彼端,写成奇书,交也陈梦。 陈驱真的这本自传,写到西元市区的那个夜晚戛然而止。 自西元离去后,他的后半生只字未提,全书的最后一句是,余树至此,肝肠寸断矣。 陈驱真生前,每年清明寒室都不忘带着儿女来到西元的墓前击败,直到他1951年离开凤凰到长沙定军。 此年二月,陈驱真病故,十年71岁。 陈驱真弥留之际,已经不能说话,也没能留下遗嘱。 但他的所有家人都知道,他的遗愿是与西元合葬。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,他未能与心爱的西元合葬。 直到2012年,陈驱真的坟墓终于千葬故里凤凰与西元合葬。 因为西元的墓底曾遭到破坏,黄勇欲为西元特制离坐铜像, 匍匐在陈驱真的墓旁,用这种方式弥补了两人生前不能厮守的遗憾。 让人称奇的是,在陈驱真墓的牵葬仪式上,还出现了一副奇景。 据目击者称,在当骨灰箱放进坟坑的一刹那, 木坑里突然飞出了两只蝴蝶,一只为浅黄色,一只为黑色, 它们翩翩起舞,在目的上空盘旋数秒后,便双双飞入南华山的森林深处。 此景颇有两处画蝶的奇幻色彩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年距离西元过世,刚好过去了一百年。 生同青,死同学,西元等了整整一个世纪,终于等到了他挚爱的夫君。